女人正在吃饭 男人却走到她的身后 把她狠狠地按在桌子上 五秒过后 两人又继续若无其事地干饭 这个行为粗狂的大叔 表面上是幼儿园的一名老师 而背地里却是一个变态的绑架犯 他曾经绑架一名男孩索要赎金 之后又将男孩残忍杀害 但他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因为一个年轻的女人为他顶做 这个女人名叫金子 18岁的他美丽动物 却不小心意外怀孕 无奈之下 他找到在幼儿园工作的老白 希望能有个容身之所 老白爽快地答应 渐渐地 金子发现老白是个变态 他与金子的女儿相威胁 强迫金子参与绑架 老白不但拿到了赎金 还将小男孩残忍撕票 他把所有事情都嫁祸和金子 让他去自首 否则女儿的性命不可能 在老白的逼迫下 金子不得不照做 凶暗指认现场为满 各个媒体和吃瓜群 谁都不敢相信 这个天使般漂亮的女人 居然是个杀人犯 而在不远处 老白正抱着金子的女儿 在看着他 他用不太娴熟的手法 将人偶双手保护 可他不知道凶手 用的是什么颜色的枕 于是用眼神 求助不远处的锦 锦园摸了摸咖啡色的表白 金子便拿起咖啡色的枕头 粉狠地按在人偶的头上 接近疯狂的举动 似乎在表达心中的愤怒 而面对媒体的拍照 他直接摘下了脸上的口网 就这样 他被判处13年监禁 刚入狱的金子很不适应 每天以泪洗面 可在一次祷告中 牧师的一番话让他如获心生 他说在金子的身上 看到了善良且美丽的天使 从那以后 金子似乎受到了神的感召 每天勤勤恳恳 像天使一样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照顾生病的御友 关爱狱中的老人 一个女人得了肾衰竭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捐一个肾给他 狱中的人们都非常喜欢他 并且称他为亲切的金子 13年行期已满 金子终于出狱 牧师带着团队为他接风洗尘 还带了一块血白的豆腐 预示着清清白白不再犯罪 可金子直接打翻豆腐 在这一刻 他卸下了天使的伪装 带着满腔怒火走上了复仇之路 为了今天 他足足谋划了13年 在监狱中所积攒的人脉也派上用场 他首先找到短发妹 再见故人 短发妹满含泪水地抱着金子 刚入狱的他经常被欺负 甚至有轻生的想法 是金子鼓励了他 让他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希望 他把金子带到自己的家里 并且帮他做了个头发 看着冷漠的金子 他发现金子变了 跟之前判若两人 第二天 金子来到受害者的家里 恳求男孩父母的原谅 他拿起刀 直接剁掉了自己的手指 如果得不到原谅 他就继续断 直到他们原谅为止 西瓜枝固满了多子 两个老人吓坏了 赶紧拨打了敌旧电话 急救车带走了金子 为了接好断掉的手指 他花光了所有鸡血 那是他在监狱里 辛苦攒下来的钱 几天过后 他来到一家蛋糕店 希望能在这里打工 老板是曾经教他做蛋糕的师傅 他很喜欢金子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之后金子便来到一家工厂 这里的夫妻是当地有名的 雌雄大大 在一次抢劫的时候被捕入院 在服刑期间 这位大姐突然晕倒 结果被查出肾衰竭 差点隐恨西北 金子直接捐出一颗 圣救了大姐 此等恩惠 大姐一直铭记在心 金子随即掏出一本佛经 表面上看着没什么 把金书撕下来坍胎 就是一张手枪的设计图 而这本佛经 是监狱里的一个老奶奶送给他的 他曾是北韩的间谍 患有老年痴呆 没人愿意照顾他 但是金子却挺身而出细心照顾 这也为监狱解决了一大问题 根据图纸 夫妻俩很快就做出了手枪 此枪威力巨大 但是射程极短 需要贴脸输出 一切准备就学 金子唯一的愿望 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女儿 她被一对澳洲夫妇收养 可福利院拒绝提供 领养人的一切信息 于是她连夜摸进福利院 找到了领养的相关资料 之后便来到澳洲夫妇的家中 本来只想见女儿一面 没想到女儿见到亲生母亲 坚决要跟母亲一起走 甚至以死相逼 夫妻俩瞬间呆住 养了个白眼狼 接着女儿就与母亲一起回国 了却了心愿 金子开始实施她的计划 老白身边的妻子小美 就是金子安排的 她在监狱服刑期间 经常被恶霸欺负 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专门给恶霸去闻山峰 只要拿点没做好 换来的就是恶霸的一顿毒打 而这个恶霸 是个十足的变态 她杀掉了丈夫和小三 并且把他们的肉烤着吃了 由于性质太过残暴 被判处终身监禁 恶霸所做的一切 金子一直看着人 在澡堂的时候 恶霸不小心摔倒 是金子在地上抹了肥皂 之后又主动照顾恶霸 在她的金星照料下 恶霸走得很安心 原来一直以来 金子都在食物里添加了表白金 小美跟金子见面 说自己整天待在老白 这个变态身边 已经快熬不住了 他们打算今晚动手 不料两人见面的时候 被牧师用相机拍了下来 她很仰慕金子 相机表白的时候 被无情拒绝 她痛恨现在的金子 于是把照片交给老白 老白得知此事 便打电话叫小美回家 还叫了两个小弟 撑着夜黑风高 准备对金子下手 此时的金子正带着女儿回家 被早已埋伏的两人抓住 挣扎中 金子直接掏出手枪 干掉其中一人 另一人见状急忙 带着女儿逃跑 很快金子就追上了她 逆枪打掉了她的手艺 而小美刚回到家 就被老白绑在椅子上 不料小美早已在饭菜里面下了药 此时的金子 也背着女儿赶到老白家中 两人合力将老白绑了起来 把她带到一所废弃的学校 本来响一枪结束掉老白 这时老白的手机突然响了 金子拿出她的手机 手机上的挂饰引起了她的助力 其中一颗珠子 正是受害男孩的东西 而手机上不止一个挂键 这说明受害者不止一个 愤怒的金子打爆了老白的双锦 接着拨通锦元的电话 把手机递到锦元面前 随后金子来到老白家中 找到了他当初作案时留下的录像带 锦元帮他联系了受害人的家属 众人聚集到废弃的学校中 看着孩子们的录像带 所有人都痛苦不堪 而金子却面无表情 一步接着一步的播放 等到所有录像带放完后 金子给众人说出了两个血缝 把老白交给锦元 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这样一来 老白顶多被判得无期 要么把老白就地正常 让他血债血潮 经过商议 他们一致决定要损认仇仁 但如果直接杀掉老白 这样也未免太平一趟 于是一个老夫决定 大家分别排队进去 一个接着一个折磨老白 这样一来 也可以把大家绑在一起 谁也别想逃脱干系 然而他们所说的话 都被金子用麦克风 团到了老白的房间 老白听到大家的谈话 吓得瑟瑟发走 真是杀人诛心啊 金子用抽签决定先后顺序 众人抽完签 穿上仪衣 手里拿着尖刀 排着队坐在门口 有的人因为害怕 双手不自觉地抖 还有人用酒精来撞 第一个人来到老白面前 他质问老白为什么要准备 老白却给他说起了歪道 随后女人便浑身 是血地走了出来 接着是四个人一起伤 他们蜂拥而至地刺向老白 另一个男人等不及排队 直接抄起斧头就冲了进去 虽然女人极力阻止 但也没能阻止他 发泄自己的愤怒 最后一个女人没有穿雨衣 他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 用一把剪刀 结束了老白最恶的一生 众人将老白的血收集了起来 清理好现场以后 所有人拍了一张合照 他们将老白埋葬 金子用手枪向老白开了俩枪 然后将手枪和老白埋在了一起 他看着眼前的一切 面露微笑又眼含热味 在处理完老白的尸体后 众人聚集在蛋糕店内 金子精心准备了一份黑色的蛋糕 他们唱着生日快乐 每个人都分吃了一款 在雪花飘舞的夜晚 他又做了一块雪白的蛋糕给女儿 想要女儿的生活像蛋糕一样雪白 虽然大仇已报 但是对小男孩的愧疚 一直藏在他的心里 他不顾一切地将脸 护在白色的蛋糕上 他的心仍旧如矮矮雪天里的一件黑袍 始终格格不入